已经可以停了对吧 现在已经可以停了实际上 可以先点一下这个暂停一下 好了那我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损失和这些都不变的话呢 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东西就已经差不多了 你知道吗 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哈 这是我们找它上面上面是0.57 然后2.16 咱们算出来是0.588 然后2.14是差一点的吧 这个损失说实话太大了 没理解吧 损失一定要把它降到0.几哈 再降到1以下 那我们怎么办呢 有几个办法 最好的就是在这里啊 人为的筹上一个什么 筹上一个样本个数 咱们20对吧 筹上一个样本个数 让它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平均无常 平均无常 那么 这个学习力呢是 0.001的吧 宝石这个东西 我们只加上这个再做一下 好 刚才是损失是4.几的吧 一下子就变成0.几了 对不对 对吧 损失就少了好多了 一下子就出了个20 简单吧 看一下 慢慢修炼 好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逼进了 W慢慢的逼进那个0.57 这个B 慢慢的逼进那个0.2.17 啊 损失越来越小 当这个东西都不动了 说明什么说明 它已经训练不动了 好 最终 最终的话是0.576 然后这边是2.15 对吧 呃 看一下咱们原始 0.574 2.163 2.163 2.163 这边差一点 对吧 但是差的不多了哈 我们发现这个东西一直在变 对吧 这里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什么 加大你的这个 这个迭代次数 加大你的这个训练次数 第二个呢 就是修改你的这个什么 修改你的这个 这个 学习率 能理解吗 让他们每次卖的那个扣子 稍微大一点 把我们可以 加大大的这个学习率 比较0.05 加大了5倍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它这个时候下降 就会快一些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学习率太大的话呢 它最后 可能不能那么精确 你知道吗 可能会跟 跟真实的差那么一点点 很快就到了这个 2.14 2.14 1.15 1.16了 到了这种快接近的地方 它更新的时候比较慢了 对不对 更新每次更新0.00几啊 更新的差不多了 应该到这里的话 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那个存置也降不了了 更新了 更新的数字金 这个就会少了 难得更新了 现在新闻完 我们把这个 最后的结果摘出出来 然后画个图看一下 好 最后这个说来了 是不是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的吧 没关系 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画出来 露眼看不见的 这样我们 这边原始图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原始图长这个样子 记得 这是原始的图 现在呢 我再去画一个 我们用自己的 TensorFlow写的 现金回归 画出来的一个图 plt.plot x还是这个x 但是y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上面的w 咱们这个最终的结果 这个w 这个值 乘上咱们的x 加上透明的结局 这个东西 就这么细 就这么细 对吧 好 给它换一个 lw 给它调大一点 调到5 然后给它来个透明度 那一个0.5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更粗的柱子 包裹了这个真实的这个线 看一下 这个线是不是 在这中间 现在来个颜色 来个绿色吧 这个线不够粗 那个10吧 好 已经够粗了是吧 那绿色的线呢 比较大的这个 还是感觉不够粗 涂太小了 涂太小的吧 有道理 涂太小 但是这个差距 在我们的图里面显示出来 几乎是没什么差距 对吧 这个红色的线 在咱们 这绿色线 大概是在中间的位置吧 对吧 可能上面这里面有一点点小差距 但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自己 用TensorFlow实现的这个线迹回归 是可以的 都可以用的 能理解吗 甚至于 如果你把它的这个 学习率和迭赖次数 调整得更加合理一些的话呢 最终设计的效果 可能比SK类的效果还更好 能理解吗 TensorFlow是这么用的 通过这么一个 咱们自己实现现金迹回归 希望能够 对这个TensorFlow的用法 有个简单的一个了解 我们再回顾一下哈 TensorFlow写 实现任何刷法都是这么多的 先把你的 那个预测函数定义出来 那么你该定义成账美符的 就定义账美符 一般是什么 一般是那种 样本数据定义账美符 然后呢 里面你要求的系数 定义变量 那么把这个预测函数 定义出来之后呢 再把损失定义出来 每一种不同的算法呢 它的损失函数是不一样的 能理解吧 你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最小的算法是我们 线性回归里面推出来的 能理解吧 是吧 推出来的 不是说直接就上来这么做了哈 然后损失函数最小的时候的系数呢 一般是用这个T6下算法 这个T6下算法呢 给我们封装了一下 可以直接用哈 然后呢 说实话 然后就开始训练了 给它位数据 让它去训练就好了 能理解吧 就这么一个过程 就这么一个过程 就你的能理解吧 好吧 那这一块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在